你们三个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一块来了 听听 我喜欢你 你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小不猜 我对你的好 你也知道 我还在城里值班的一套房子 和一辆车 我能每天送你上下班 希望以后 我和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听听 我也喜欢你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来 你就不用上班了 我家有三五个 五百平米的大学术 还有好几辆跑车呢 我给你 把衣帽间 全部装的满满的 各种新款包 随便你背 家里还有保姆 侧候你 你啥都不用干 在家睡着 做做美容就行了 听听 虽然我从小没有跟你在一起 但以后的日子 我会跟你在一起 我也没有大别墅 但是我的小草屋 照样可以为你遮风挡雨 我也没有车 但我会当做你的车 带你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你们三个既然都说喜欢我 那我也不好明着选择谁 我这个人吧 比较心软 也不会拒绝别人 你们三个 也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我也不太好取舍 不过我喜欢智商高的 因为以后对孩子会好一点 这样吧 我出一个题 你们谁答对了 我就跟谁走 这个我擅长呀 我可是985211名校毕竟 双学位还是硕士 这题我肯定能答上来 听听 我从小就是贵宗学校 也在外面留学了好几年 我学位都是花钱买来的 但我的智商是很高的 毕竟钱是万能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买来 听听 我虽然只是普通大学毕业的 但是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相信我的智商肯定不会差的 嗯 好 那你们三个都听好了 怎么样 用三个圈 画出来一头猪 如果谁画出来呢 那我就选择谁 我先来 呃 呃 呃 哎 听听 是这样吧 这可难道我 去去去 我说的这简笔画 画出来一头猪 谁让你用 圈把猪子要给圈起来呀 你都画的什么呀 来看我的 来 看 哎 我让你画的是猪 没有让你画猪鼻子 啊 小潘呢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现在可就剩你一个人了 我知道怎么画了 啊 哇 哇 小潘啊 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啊 哎 亏你们俩还说自己有多聪明 智商有多高 结果比起来还不如人家小潘 哼 过奖了 那婷婷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 呃 这个嘛 还不行 哎 我突然觉得这个猪鼻子挺可爱的 嗯 你看 一看到这个猪鼻子啊 我就能联想到猪头 嗯 这也算是一个高智商的画法了 喝有礼 咱们走吧 鸡 哈哈 他靠新款 你 干什么 救命啊 醒来救救我啊 哎 这事怎么这么耳熟呀 听着笑我老婆呀 救命啊 老公救我 快救救我 哎 兄弟 别出动 别出动 你先放开他 你别过来啊 我就要钱 给钱我就放人 老公 救救我 哎 老婆 你怎么被劫持了呀 老公 我刚开车回来 一下车就被他送后面劫持了 少废话 快点给我拿钱过来 哎 兄弟 别出动 你要多少钱 这是你老婆 老婆 给我三十万 是 兄弟 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三十万去呀 给不给 信不信我摆放自己红帽 老公 你不是有卡吗 给他卡呀 卡 啊 我有卡 我给你卡 哎 啊 卡 卡 快点啊 兄弟 这卡里面有三十万 密码是 118188 你赶紧拿着去取钱 你先把我老婆放了啊 对对对 可退啊 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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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是去取钱了吗 哦 对对对 老公 哎呀 我这取了二十多万现金在后备销 幸亏没事儿呀 都退啊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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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太帅了 哈哈哈 报警 哎呀 好好 哎 手机 手机 报警啊 哼 喂 是110吗 啊 对对对 下一位 哈哈 您好 我是来应聘的 这是我的简历 啊 请坐 啊 请问您是想应聘我们公司的什么岗位啊 我是来应聘会计岗位的 嗯 嗯 从你的简历上来看啊 你的工作经历 关于会计的只有一个啊 这不太符合我的招聘要求 嘿嘿嘿 呃 那个会计啊 虽然不是我的本专业 但确实我很喜欢的工作 呃 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 嘿嘿 好吧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那我这边有一个测试 通过了 我们就聘请您 是吗 太感谢了 您先别高兴的太早 很多人都没有答对 很难吗 呃 也不是很难 题目是这样的 西服只有两只袖子啊 一百件西服有多少只袖子 嗯 这也太简单了吧 哦 是吗 一百件西服不就是两百只袖子吗 你确定 这也太简单了 我还以为有多难呢 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呢 对不起您打错了 您请问 这不可能啊 一件西服啊 两袖 一百件西服就是一百乘以二 那不就是两百吗 你根本没有认真听我的题 我听了呀 你不是问我一百件西服 有多少只袖子吗 对 那 那 那不就是两百只吗 错了 是两只 嗯 怎么可能 我的问题是 西服只有两只袖子 那么无论多少件西服 袖子也只有两只 你什么时候见过西服上 有两百个袖子 嘿嘿嘿嘿 这样啊 哎 老板 老板 嘿嘿嘿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好好把握 因为我太需要这份工作了 哦 好吧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听好了啊 好好 您请讲 西服有两只袖子 一百件西服 一共有多少只袖子 嘿嘿嘿嘿 两个 我就知道老板您 是想让我来上班 哎哎哎 你从哪看出来 我想让你来上班的 你又把刚才的问题 问了我一遍了 这不明显的吧 哎哎 我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来上班 一个有工资又五千了 你该干啥干啥去了啊 哎我答对了呀 你怎么让我走啊 你对什么对了 你你不是说了吗 那一件西服两只袖子 无论多少件西服 都是两只袖子呀 我刚问的是一百件西服 一共听见没 一共有多少只袖子 一共你说一共了吗 就你这样的还想做会计 我们对会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细致认真 哎哎哎哎这样吧 老板我没听清楚 要不您再问我一个吧 非常抱歉 您真的不适合我们这里 您还是先走吧 我们后面还有面试的呢 哎下一位 嗯 哎呦 哎呦 来吧 嗯